本名伴基恒的伴交 今年来丹仁水山人社区大学工师 丹仁社区大学学官 晋云地匡进行记录下文中出版彩 因为这种既然让他走红 南岛官大大小小的婆婆 一种婆婆美景 创造成一百一百的卫座 5月15日到6月16日 在保理顶 参逢月龙基盘支柱 《水白创造电》 邀请大家晋云观赏 伴基恒的《水白创造电》 很多店官来宾 还有《水山人社区大学学院》 出席参加 包括《广文化教授》 丹仁云宋 主寻的艺术家里国母 不一样 对电出这些 都在都的非常倾断 因为我们一般讲 所谓的斜杠人生 我想他就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代表 他本身在济南大学 服务很多年的时间 那在这段期间里面 他同时 他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文学作家 所以他也曾经获得 我们南投县的文学贡献奖 而且是我们有史以来 历年当中 最年轻的文学贡献奖 那后来他又拿起画笔 他从事水墨创作 也有相当的造诣 判断献奖过文学水墨三岁 来听现地形文書 还有美类三岁 五十八个作品 分享大家平时 看不到的水墙米减 一般人他在寻找瀑布的时候 通常他的目标都是最后 最大最漂亮的那个大瀑布 但是往往忽略的 从出发到寻找那个大瀑布的过程 其实也有很多小的瀑布 那这些小的瀑布 其实景色也非常的美 所以我就试着把这些小的瀑布 把它画下来 所以对我而言 我不但去寻找瀑布 然后写瀑布 接着今天画瀑布 所以对瀑布 可以说是前方位的投入 伯基恒担任水墨年社区大学的工师 断业社区大学的学员 全都可以来进行记录 属下出班切本 四年出班切本切非常不简单 欲望华丁民众来参观 我是他的学生 他今天开画展 我们就过来这边看这样子 他觉得他的学生 很厉害 他是斜杠人生 他四位写得很好 画图画得很好 很佩无 那我想潘老师他把他自己在文学的 文史上工作上面的这些发现 跟贡献 跟大家做了很多的分享 透过他的书籍 那今天在画作的现场 我们也看到 他用很特殊的宣纸来画这些画作 每一个画作都非常的细腻 也非常有自己的创意 天级以为五月二五到六月赤六月字 欢迎民众百合时间 全方保理典电风业龙来观赏 既照樊宏昆插方报导 好 好